女孩出生时全身长满了毛发 连父亲都觉得丢脸 长大后却成了数学家 本期里一个呆电影《诗女传说》 伊娃出生在一个下雪天 出生的时候所有人看见她都惊呆了 因为她全身都长满了茂密的毛发 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同寻常 母亲临盆前摔了一跤 难产大出席而死 而父亲阿克塔诺是火车站站长 深爱着伊娃的母亲 或许是责怪伊娃的到来 让她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又或者是觉得伊娃的样貌会让她抬不起头 她对伊娃异常冷淡 但伊娃始终是她的女儿 于是父亲就给伊娃请了一个保姆汉娜 专门照顾伊娃 因为女儿的外貌 所以阿克塔诺从没有让镇上的人见过伊娃 但是一天有人前来寻找站长 汉娜抱着伊娃去开门 被外人看到了 于是大家都知道了火车站站长家 有一个全身长满毛发的孩子 看到阿克塔诺都指指点点 阿克塔诺对此大为恼火 回到家的她警告汉娜 以后不许靠近窗户 更不许让人看到伊娃 但是伊娃为己出的汉娜却担心这样不利于伊娃的成长 于是阿克塔诺便精心规划了一条路线 确保汉娜带着伊娃出门时 也没有太多人会看见她们 伊娃的事传播开了 有一声慕名从首都赶来 想看看伊娃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很遗憾 检查结果显示 伊娃身上的毛囊没有在母体内及时退化 所以伊娃身上的毛发只能跟着她一辈子 而且不能人为去除 伊娃就这样长到了七岁 但父亲依旧不允许她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伊娃每次拉开窗帘被父亲发现 就会被父亲关到小黑屋里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在伊娃的苦苦哀求下 阿克塔诺决定带伊娃参加圣诞晚会 这天汉娜把伊娃打扮得像一个小公主 漂漂亮亮的和父亲出发去参加晚会 晚会上虽然大家并没有说什么 但看伊娃的眼神总是和别的孩子有所区别 到了表演魔术的环节 魔术师更是拿伊娃开玩笑 拧得众人红堂大笑 伊娃便当众揭穿魔术师表演的奥秘 让这场晚会不欢而散 经过这件事情 阿克塔诺更坚信 不应该让伊娃出门 对她看管的更严 但伊娃始终受不了偷偷跑出门 结识了电报员闪闪 闪闪成为了伊娃唯一的朋友 伊娃甚至萌生了 成为像闪闪一样的电报员的想法 而这一切遭到了阿克塔诺的反对 对此汉娜已辞职来表达对她的反对 阿克塔诺只能低头 为了接回汉娜 她同意在家里安装一部电话 让闪闪和伊娃联系 闪闪会跟伊娃讲述她看见的趋势 会在路过伊娃楼下的时候进个礼 这部电话不仅是伊娃跟闪闪的联系 更是伊娃跟外界的联系 而知道的越多 伊娃心里那颗渴望上学的种子 生长的越快 在汉娜的争取下 伊娃终于踏上了上学之路 虽然伊娃在学校受尽欺负 但每次回家都会对汉娜和父亲说 自己在学校很好 因为伊娃知道 如果被父亲和汉娜知道了真相 自己就会失去这得来不易的上学机会 而自己再也不想回到之前那种孤单的生活了 伊娃很快到了14岁 但还是因为外貌被同学欺负着 偶然一次机会 阿克塔诺知道了 世界皮肤病大会即将召开 她决定带女儿前去 但没想到 这次的大会根本没能治好伊娃 那些道貌而然的医生 甚至还在聚光灯下 公然剪掉伊娃的毛发 知道了这一切的阿克塔诺 便把伊娃带走了 而压垮伊娃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不久车站出现了财务亏空 而闪闪被当成替罪羊赶走了 伊娃伤心不已 身边唯一的朋友也离开了 自己也是时候另做打算了 很快机会便来了 阿克塔诺察觉伊娃因为闪闪的离开 也慢慢疏远自己 所以在伊娃生日的时候 为了讨好伊娃 决定带她去看杂技表演 在看表演时 伊娃引起了杂技团长的注意 在表演过后邀请伊娃加入他们 阿克塔诺拒绝了 但伊娃知道父亲 负担不起自己上大学的费用 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便留下一封信 只身跟随杂技团走南闯北 伊娃在杂技团一待就属待五年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学习 在表演的业余时间勤奋的自学 终于等到攒够了上大学的费用 伊娃便以无反顾地离开了杂技团 她又花了五年 成为了一流大学的教授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不久父亲去世了 伊娃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处理好父亲的丧事之后 伊娃启程回去 但什么都没打算带走 统统留给哈娜 但临上火车时 哈娜塞给伊娃一本父亲的画册 故事的最后 伊娃在火车上翻看这本画册 全部都是小时候的自己 或站或坐或杯或喜 伊娃怨过父亲 所以这么多年不曾回来 但伊娃没有想到 原来父亲是爱自己的 但她表达的方式又是那么的沉默 等伊娃发现 已经为时已晚 父亲就像春雨 任务无声 父爱也似雷雨 铁面无情 父爱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都不会缺席 伊娃从爱到不爱 用了半辈子 父亲从不爱到爱 也用了半辈子 总有父亲把爱藏在眼里中 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 但等我们发现了 也早已晚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原作登展 照亮你心